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六点钟新闻报道节目时间 今天是2022年2月13日星期日 傍晚六点钟时间 今次有我许刘山 请大家赞我们的影片 刘克言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正向报》 《沙冷熙》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其实 张竹军医生 甚至陈兆史 特首等等 在农历新年之前 已经和大家说了 叫大家减少跨家庭聚会 甚至尽量留在家 不要去人多的地方 就最好了 但是 我们有不同的新闻片段也好 或者市民在社交媒体大肆张贴 叫大家快点来打卡的照片 都可以看到 这个农历年期间 大家的活动都相当精彩 怎么也好 当时已经提到一点 就是说 如果不是的话 会几何级爆发 现在看到很多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 今天最多人说的一宗新闻就是说 截止到昨晚增加了最少3000宗的初步确诊 比起昨天下午的时候 卫生署公布多了一倍 最终今天那个确诊数字就要等 卫生防护中心在疫情记者会再交代 我暂时录音的这一刹那都还未见到 其实算是好彩的 三千初步确诊率都还说好彩 所以我们要记住一件事 在这个时候很多不同的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的杂音 尤其是来自于所谓隐号的建制派议员来说 很多不同的政党 议员 或者什么KOL 什么蓝营 又是这样的 议员的有说他们要向特首 或者要向哪个哪个说也好 有什么几点的要求 有什么建议 要快点 直接是要求中央 说到他要求人的话 当然是搞不定 十万火急你才会求 用到这个字眼 或者用到这种动作 这个态度 是不是 这个求字 讲到几讲 其实会令到市民 那种惶恐不安 真是会加剧 怎样都好 他们当中这些 引号的建制派议员里面 有一部分都是来自于地区直选的 而有一部分 亦都在民间来说 有一定的影响力 和支持度在这 而另一边 那些什么蓝营 什么KOL 或者什么KOL 然后又说很多什么踢爆 或者什么真相 什么传媒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那些 那些很好笑 面又有 底又有 两层一起做 大家可想而知 怎么会令到社会不躁动不安 或者会纷纷摇摇 怎么都好 幸运的意思就是 昨天李家超和其他不同的官员 不同部门的代表 都有去到深圳和中央内地等等的部门 一起去协调一下 开了个交流会 起码说了一句 不考虑封城的计划 因为很多都在说封城 甚至乎何君堯他说了很多天 就说什么全民禁足 紧急法 还是怎样的 如果他说紧急法的时候 都是大概1000个确诊 如果现在3000个初步确诊的话 我想他紧急到自己都封了自己 如果你那么害怕的话 你可以自己封了自己 但是他又好像不觉他有封 他有没有出去 有没有说自己要封闭自己起来 如果他觉得那个时候已经要全民禁足7天 还是多少那些 那他是不是应该要自己禁了他 还有支持他的人 是不是应该现在要实行了这个叫禁足 因为他说得那么危险 起码说不考虑封城这件事 不会再给大家去传 甚至乎会不会去了超市抢购粮食 这一回事 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想买一些东西去储粮的话 我觉得可以叫慢慢买 也提到的 所谓的叫做封城的话 这个是最后的手段 他在记者会那里 即是昨晚9点多出来说的时候 也有提到的 就算世卫的建议也是 这个是一个最后的手段 再者 好像是许树昌医生之前都有提到的 即是现在那个防疫抗疫措施 收紧社交距离等等 还未说去到叫做最辣的 即是现在的程度 去到封城之间 还是有一些地方 我们是可以叫做继续做的 例如就是去到交通工具方面 都要是掃这个 即是要有这个疫苗通行症的 可能很大件事 即是不打针 连车都没得打 走路啊 那去到这个情况 这个阶段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另一宗 在我们网友讲的热话的新闻 刚刚提到了 较早前就是一个5岁的男童 就因为对于这个新冠 是呈阳性反应的 他都离开了大家 这一点都觉得还是很深谱 现在又有一个3岁的小女孩 仍然是情况危态的 我都有马上问一问香港的朋友仔 你们的小朋友 有没有出街啊 最好不要了 其中有一个在读小学的小妹妹 她都说 整个礼拜都没有出过去的 可能再小一点 那个妹妹 不知道因为什么事都要外外出 这个不得而知 我没有太详细了 可能都要留在家 对着电视做一下运动 可能甚至乎小朋友 迟些要学郑多艳 这样跳瑜伽 还是跳健康舞 还是什么 甚至要不要减肥了 那说多一点 李家超都说了 禁止了跨家庭聚会的措施 和加拿了的社交距离 这些应该是可以 揭指得到这个疫情的 当然啦 也要加上 内地提供的协助 在这个时候 真的不要再添烦添乱太多了 我见到工联会 还出来继续讲 那未来开一节好好地招呼一下她 也讲一些好消息给大家听 希望在这个时候 不要太多的 令人担心 令人紧张的数字 听得太多 都可能会很紧张买一份 那见到卢福局的局长罗志光 都在网站里说了 政府经过反复的讨论 有关于院舍院友的检验安排 是会调整的 因为见到最近有一间院舍 不说她的名字出来 免得引起恐慌 虽然大家可以新闻看到 讲到里面的员工就说 好像等死一样 很惨啊 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 现在作出什么部署和调动呢 讲到社署会联同卫生局方面 会寻找更加多 适合作检疫的设施 包括了筹备在短时间里面 将亚洲国际博览馆 检疫床位再增加多1028个 希望院舍方面的职员就不要太担心了 对于说到收紧社交距离 限聚令由4个人收紧到2个人 还有说到针对一些 没有遵守强制检测防疫措施的安排人士 定额罚款由5000元加到1万元 不过根据报道所说 见到今天下午在中环皇后像广场一带 仍然有非常多姐姐在聚集 虽然警方和食环都有到现场提醒他们 注意防疫的新例 但是竟然还继续戴着口罩唱歌跳舞 这些记者都拍到疑似违反限聚令的场面 真的要留意留意 不要那么白眼 如果你们回到去还要对着 麦和sir的小孩子或者家人 其实大家都要负责任 已经派了单张给你们了 已经预警了 到时不要说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么次 为什么罚我1万元 对于昨天的网友都说见到超市 或者街市的蔬菜 粮食 被抢 今天 消委会主席林定国都去了商台谈谈 他说因为现在面对第五波疫情 货品运输的挑战真的相当大 加上市民在抗疫期间都增购了一些日用品 令到香港的日常用品和食品的价格都会飙升 也都呼吁市民要理性消费 不要买超过所需的分量 也都会造成一种羊群效应 市民一窝蜂去抢救也都会形成社会恐慌 昨天李家超在5点内地即将会有什么帮忙的地方都会说到 就是会确保物品和食品方面有稳定的供应 希望这一点 晚点大家会看到成效之后 信心会回来 虽然未必是过往大家吃开的东西 例如你说要吃什么澳洲牛肉 那些什么牛扒那些 有时在超市看到冬季一块块的那些 那些真的要空运才有的 也都看到有些家长非常巴之闭 可能买那些什么三文鱼 都要买什么新鲜 什么有机挪威 不知哪里来的三文鱼 来煲粥给小朋友吃 哇 这么夸张的 尤其是Pacific Place那间Great 甚至乎那些什么法国薯仔 哇 看到这些人吃的就相当之厉害了 或者那些什么日本来的卷豆腐 不知大家近来买这些会不会叫麻烦了 或者叫贵了 起码都叫做有得吃先 会确保保障到内地的蔬菜和鲜活食品的运输 呼吁市民就无需担心 买了一些面 买了一些罐头 有时就不要这么多 有些人就说什么不好吃 要选哪一只哪一只 可能那些什么 玩仔码头水饺也先买了 还有内地一个品牌都非常好 叫思念 它的水饺 买了一些在这里 其实都很方便 煮来吃就可以了 喝喝吃吃的方面 我相信大家比起我更加耍家 我这里也不敢拍太多了 讲下其他的新闻 如果大家有什么 饮食或者购买这些储粮的心得 不妨一起留言 慢慢讲 那先说 它政府和深圳政府方面 都增加了两地的货车 临时的接驳点 不过暂时今天 好像说蔬菜和冰鲜琴肉方面 公港方面仍然都是受到一些影响 希望太太们 或者买开菜的哥哥 都真的要留意留意 不要太过群情洶涌 这里再次也感谢我们的网友 龙眼妹 都有去街市帮我们拍一拍最新的行情 我还很记得有些网友 有些长辈告诉我 以前收音机 电视台是否好像收音机 会公布今天 达菜几钱一斤 菜心几钱一斤 唐生菜几钱一斤 还有猪肉几钱一斤 不过猪肉好像有分 猪骨 柳梅 又是不同价钱 我们第一次不知道需要不需要这样说 普遍的价钱究竟是怎样 起码都没有了好几日前的 会极速被人清空了某些超市的菜 现在限制了多少包 这里就一件事了 回来说一些政坛一点的东西 有关于昨天说了之后 我刚才提到梁美芬 还有什么要说呢 我稍后再跟进一下 不过另一位麦美娟 还要说全民强检 记住全民强检 一定要配合禁足才行 等于封醒 只不过不用封城这个字眼 我之后再招呼 回来说一下 对他有些失望的民建联 他们之前的四大诉求 可以严格来说 现在又发展成如何呢 也希望能够 不要在这里唱反调 或者为了未来中央和香港 攜手在这个防疫抗疫里面做事的时候 再添烦添乱 看到他们这样说 有些位置都是值得一赞的 或者是叫做从善如流 不要再说那些那么多 全民强检 可以不用按足的版本都有的 李慧琼不要再说这些 我很失望 现在他们收到李家超这个交流会的汇报之后 他们有什么说呢 事其是非其非很重要的 他们就说 现在最严峻就是大量的确诊者 因为行政程序和隔离设施不足够 他们被迫长时间滞留在社区 大大增加了病毒在社区再扩散的风险 政府需要立即提高 将这个确诊者送隔离设施的效率 其实这一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 记者会都有提到 甚至乎现在扩展到晚上都会继续送他们过去 这方面希望民建联真的听清楚最新的疫情的措施 发展是怎样才开这些记者会 因为已经在做中 你还在吵 如果有些朋友不知道原来特区政府已经在做中 他以为李慧琼在说他们是没有做到的 是在滞留着的 因为说起码都要好几天 几天无三不成几 可能真的要三天才行 给一点点时间 亦都说相信在中央政府 广东省政府和深圳市政府的全力支持下 香港必定能够扭转形势 战胜疫症 还说民建联会继续全力支持特区政府的抗疫工作 记住你们自己说不要到时候拆大台 接着有一点也是对的 他说组织义工担任抗疫后勤支援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支援 希望是一些实际一些 跟进和反映市民的个案 在这里希望不要把市民个案放大 让媒体整个喇叭嘴狂喊 这些真的到时就搞我整台气 还有会派发抗疫物资协助基层抗疫 和市民一起走出疫境 其实我觉得如果这个时候 你们这么多位立法议员 人人捐一半工 都是捐好几个月 我们给些少时间 这个抗疫要由高峰sir回来的时候 这段时间假如你们想拿一个 夏威威的动作回来 捐一半工 再将那一半工 就去买防疫抗疫的物资 这样给市民也好 或者帮帮他们也好 不一定要买到鲍鱼 可能你买些面 买些米粉 买些罐头汤 买些罐头汤 都好些 当然不一定要瑶柱 如果要花架响罗的汤 就不用了 什么心鸡汤 就不用了 普普通通 起码被人觉得 你愿意和大家共度时间 如果你待着十几晚一个月 你哪里感受到民间疾苦 是不是 那希望真的 你说有些什么后勤 支援可以帮到手 这方面 或者可以 你们组织一下 或者有相关的 认识的人 可以想一想 究竟怎样做 会好些 或者跟陈兆史等等 他们谈谈谈谈谈谈 会不会想到什么可以帮到手 都说了 现在最需要的是人手 那好了 回来了 再说一些过瘾的东西 又有些什么 穿东一洞 在说 又说 中央助港 林郑疑似 避嫁康 四局长 开会 三局长 获分工 陈兆史 零分工 那不是零分工 难道他不用做 还有其他在做 大佬 还有 什么叫疑似被架空 这个是特首 他每逢星期二 还要跟行政会议 他们去开会 看看香港整体的发展 还有什么 政策要去想 要去谈 要去做 不只是防疫抗疫 这么简单 知道吗 这些什么 差异手机 还搞笑 常言道 民生政治分不开 退入当前的香港 是抗疫政治分不开 记住 因为真的要抽身出来 看香港其他不同的东西 假设 如果好像有三个局长 他获分工之后 其实陈兆史 不会有空 完全没有工作 他只要处理现在 香港方面的问题 或者 卫生防护中心 或者 和医管局等等 如何 如何去协调 和内地的人员的帮忙 这些他要做是一定的 他要留在香港 负责这方面的东西 你想想 曾国慧 杏范 还有邓炳强 他们三个 哪一个有医学的常识 专业的资格 只有陈兆史有 如果 来到内地方面的相关的人员 来到香港协助的时候 我想不到协调方面 或者去 如何去做好整个的对应工作 那还有哪一个做 不是陈兆史做 只不过 不是刻意 要在昨晚的汇报里面说出来 而已 不是说什么被嫁康 这个真的很好笑 笑死我 即使上个月说自己要留港抗疫 今次这个中央抗疫的交流会 所以没有叫林郑去 也没有统筹 其实之前第一次的时候 林郑都没有去 如果又是去去的话 那李家超做什么 是不是 不是这样计算的 所以这些谣言的东西 我们当笑话 就已经可以了 有什么统筹 有什么那样 不要想太多 这些太多疑患似真的 最后也说了 对于未来的火眼实验室 就差不多 搞定了 都算很快 未来还有第二和第三个 这个希望不要见到 不用的话 那即是那个疫情 即是可以叫做售空 甚至乎可以叫做回落 都知道了 大家香港的网友仔 不能够叫做四围去 或者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 记住 不要过分紧张 也不要过分相信一些 网络上的谣言 或者一些好像很激烈的人说的东西 什么正义 甚至乎好像李梓敬 说到昨天的火魔 还说是针对他而来 我说暗杀他 这个真是厉害 我要给一个编剧奖 明天和台阳一人一句 互相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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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暗杀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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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